我要清楚的来回应 是要向这些在野党的委员们喊话 任何一个委员在做发言之前 查证是最基本的义务 请各个委员在发言之前 起码的查证一定要做 否则这个国家每天一睁开眼 就要打假 就要为了假讯息辟谣而疲于奔命 这是让这个国家社会持续的内耗 持续的空转 无论如何这样子不查证 就胡乱发言这种国会文化 请在野党的委员一定要三思 一定要自治 我们不要让这个社会持续每天 为了澄清错假讯息而疲于奔命 台湾民主基金会董事长的出任 产生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的清楚 民主进步党一定是依循规范 也一定会尊重惯例 所以现任的这个代理董事长 是外交部部长吴钊燮 因为民主基金会从他的原始捐助 捐助的预算 以及每年1.5亿的常态性的经费 都来自于外交部 所以外交部部长是台湾民主基金会的副董事长 那因为由习宽院长离任之后 那由吴钊燮部长来担任代理董事长 所以当然要依规定来开始启动 未来董事长跟董事改组的这个部分 那吴钊燮作为代理董事长 其实早已经启动相关的作业 而且吴钊燮部长已经面对面的 向韩院长来拜会跟说明 后续要作业的程序 以及民主基金会的运作宗旨 这是上周都已经进行的工作 也积极在推动 那为什么国民党的这些委员们 反而对外说民进党要卡寒 民进党要党寒 民进党卡寒 民进党党寒这些事都是无中生有 都是错假讯息 都是恶意的政治操弄下 产出的政治话术 民进党会依惯例 民进党会依规定 而且早已经启动 向韩国瑜院长 报告董事长改选的相关事宜 这是事实 不容来抹黑 不容造谣 王宏伟委员 赖世保委员 不管是对着媒体说 或者是在脸书上去论证 最起码的查证做不到吗 打一通电话给韩国瑜院长 这个最重要的事件当事人 查证一下做不到吗 又或是韩国瑜院长 跟自家的国民党立委 到底沟通出了什么问题呢 所以第一个 对于董事长的这件事情 不容让错假讯息 持续在这里造谣 然后来攻击民进党 要卡任何一个人 民进党不会这样做 过去不会 未来也不会 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也希望 让这个董事长的改选的作业 进行的当中 未来社会的期待 以及台湾民主基金会 它本身所承载的宗旨跟功能 就是台湾二轨外交 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 它必须在壮大台湾 跟民主同盟国家的交流 以及国际合作 这样的正确路线上 持续的前进 所以民进党依惯例 会提名就是快速的 来进行改组之外 我们也希望未来的董事长 对于整个基金会的任务 跟未来遵循的路线 都不要来违逆 基金会原始设计 设定的功能 当然在后续 民主基金会的 相关人事的任命上 也要依循惯例 让它真正成为 台湾二轨外交 非常有力的另外一支力量 让它真正成为 独立超然的 持续作为跨党派合作 民主同盟国家事项的 重要力量 这是我们的提醒 那最后一件事情呢 今天我非常清楚的说明 又要来打假 这些在野党的委员 除了发言前不查证 所有的发言也不做功课 不读书 这期实在真嗨 我们今天再来召开 这个打假小教室 财团法人 台湾民主基金会的组织 张成 规定了非常清楚 第十八条 它的年度预算当中 对于相关的 补助 各政党申请 从事民主人权 相关活动之用 最多是新台币三千万元 这是规定 每年也都在这个范围当中 而该预算需按立法院政党席次之比例 波用 按政党席次比例 波用之各预算经费 然后呢 也一样要送到立法院 来进行国会的监督 所以这一项的政党补助 依张成就是依立法院的政党席次来分配 第二个呢 再看到民主基金会的整个预算 回到它的组织张成 第二十条 本会预决算之边审程序 第一项提醒董事会审议通过 送主管机关 也就是外交部 循程序办理 第二个呢 也是我们看二十一条 主管机关外交部部长 及本会董事长每年应向立法院报告 基金会制运作情形及执行绩效 并被执询 所以非常清楚 民主基金会的每一项预算 要经过内部的董事会 然后送请主管机关外交部 一预算程序来办理 第二个 既然是外交部的预算 就需要送到立法院 国会各党都可以监督 我手上拿的 就是民主基金会的年度报告 王宏威 当你提出各政党的比例 你把这些对于政党的比例 对于NGO的补助 对于学者的补助 都扭曲成为这些人是律游有 请把这一本报告看清楚 再来胡说八道 这一本 市长安民主基金会 每年外交部 依程序送到立法院监督审查的预算书 请国民党的委员 要胡乱指涉 贴别人标签之前 先把自己立委监督的本物 该把预算书翻一翻读一读 请做好功课再说 所以我们非常遗憾 我们不只要在董事长的任命上 绝对没有卡寒党寒 这样子的胡乱指涉 这是无中生有 在基金会的政党补助 一切也是依据章程 依据惯例 样样像像 合法 合规 合乎惯例 国民党的委员 请查证再发言 国民党的委员 请多读点书 做好功课再来 不要让整个社会 每一天一开眼 都在为这些假消息 疲于奔命